这是我见过最奢侈的男人 几百万的美酒 说到就到 惬意地享受日光玉 还不忘喝上一口 全世界的豪宅他想住就住 亿万元的名画他爱拿不拿 每天不是吃了睡 就是睡了吃 但这样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 因为他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 虽然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 但一个人的快乐是孤独的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有个美女在身边 在2019年 因为一场病毒爆发 老胡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类 他开着路边捡来的大巴 走遍美国50个州 游历大街小巷 绝望的是 他连蚂蚁影子都没撞见 既然有钱难买也高兴 那就回老家自生自灭吧 不过他还抱着唯一的希望 在途径的广告牌上 写着徒孙是有活人 他回到家后 看见这破败不堪的房子 突然有了个主意 既然地球只剩他一个人 又何必住在自己的狗窝呢 于是 他来到当地最豪华的别墅 一把撬开了大门 在这里安了家 他不爱奢华的装修风格 直接把博物馆名画拎回来装饰 房间各个角落一直改到他满意为止 夜晚他躺在床上 寂寞的他幻想着和上帝对话 他告诉上帝 他现在过得很好 要是再来一个女人 那就更完美了 第二天 老胡又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 超市关门算的球 他直接一枪崩了锁 反正现在也没人了 他可以为所欲为 他把临时装满购物车 紧接着驾车回家 他看见橱窗里的模特 开始响入飞飞 毕竟单身太久了 为了缓解孤独 他开始打起保龄球 显然这没什么意思 换上鱼缸接着打 还是不够刺激 要玩就玩大的 把千万豪车当球 再绑上炸药 对着小尾巴轻轻一推 老胡兴奋地大呼过瘾 但成年人的快乐总是特别短暂 很快他又感到闷闷不乐 因为一个人实在太孤独 又寂寞 没人倾诉 没人分享 这是地球最后一个男人 当他看到女性不傲 不仅两眼放光 还激动地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美女怀里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可就在刚才 他还是个想轻生的颓废小伙 因为地球只剩他一个人了 到了夜晚寂寞难耐 也只能看荒岛余生打发时间 他嘲笑男主和排球说话 说自己绝对不会和一个球说话 可不知过了多久 他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这下啪啪打脸了吧 很久没见过女人的老胡 看到人体模特都能想如飞飞 当他上手时 却不小心卸了人家胳膊 好端端的模特 愣是被他玩坏了 一个人实在太孤独了 他要结束这枯燥的人生 来到巨石堆 写上自己的生族年 和自己的朋友们到完别后 开起车就准备要自杀 就在他离死神距离一厘米时 突然踩下了刹车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还怕活着吗 显然他并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他恰好看见不远处 正升起鸟鸟吹烟 这说明还有活人呢 老胡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紧赶慢赶来到这里 发现这是一个小型营地 还看到女人的内衣 他兴奋得不知所措 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突然 背后出现女人的声音 太久没见女人的老胡 光听这甜酥酥的声音 就能瞬间晕倒在地 他想象中的这个女人 长得全在他审美点上 没说几句话 两人就直接砍了起来 结果下一秒老胡睁开双眼 妙龄少女变成了中年大妈 老胡吓尿了 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地球上只剩下一对男女 他们的重任就是繁衍人类 当晚 男人就提出造人计划 可女人拒绝了 因为他们见面还不到一天 就在今天下午 老胡发现了地球上唯一的女人 她倒是兴奋的尿裤子 可女人怀疑老胡不是好人 不然怎么会尿尸呢 都是成年人 尿裤子太丢人了吧 老胡还不承认 可这种东西哪解释得清 只见女人直接掏出枪 老胡被吓得只好承认 局面总算是缓和下来了 女人说自己是地表最强女杀手 你可别叨叨了 这里就你一个女的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就这样 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 和地球上最后一个女人见面了 随后老胡带着女人 回到自己的住处 可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就算世界末日了 便倒也要打转向灯 过路口还得等红绿灯 就连停车也必须停在车位上 老胡给女人介绍了自己的厕所 垃圾场 酒池 和乱七八糟的房间 世界名画做梦也想不到 有朝一日竟和一堆垃圾同处一室 女人对这种颓废堕落的生活一顿数落 老胡很生气 又把女人送回了营地 可没想到 女人竟然搬到老胡家附近 毕竟世界就剩他俩了 多个说话的人也好啊 而且长远打算 人类的未来就落在两人肩上 老胡一听 直接拒绝了他 就算自己再饥不择食 也不会降低择偶标准 女人说 你以为我愿意吗 你一脸胡子拉叉 我一想到和你繁衍 就觉得恶心 但是为了人类的复兴 我们只能这么做 第二天 女人当着正在拉屎的老胡 吃起了西红柿 哇 这么好的果子 边拉边吃 应该比较过瘾 可女人说 想吃的话就得干活 老胡一想 大丈夫威武不能屈 能白嫖就不要干活 到了晚上 吃着罐头的老胡 想起了那红彤彤的西红柿 瞬间觉得这罐头不香了 趁着深夜没人 他悄悄来到女人的菜园子 偷尝了西红柿 这味道真觉了呀 为了长出更多西红柿 老胡决定帮他浇水 这一来二去 两人最终选择结婚造人 虽然俩人互相看不对眼 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俩人相处得还不错 他们的蜜月打算公路旅行 可没想到 半路却撞上了一辆行驶的汽车 下来一位超级大美女 老胡目不转睛 这个姑娘才是他喜欢的类型 老胡后悔不已 天啊 结婚结早了 如果是你 你会选哪个呢